长期听我的听众应该知道我有很多著作了 最近写的就是 在这扇子上面有讲 其中一个是二元阴阳策 这二元阴阳策其实跟结构语言就有关系了 二元阴阳策就是四五年字了 长期听我的听众应该知道这什么意思 你听不懂的你回去找我以前的一些影评 就评论 这四五年字的东西才刚起步 但是我可以在这边讲一段 讲一段就是 怎么真实的运用 这是个初步而已 初步真实运用 这是很低阶的啦 不算漏票 但是这个 这一张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 这个 因为我之前讲影评过那个人物李彦杰嘛 对不对 那这里我讲说 后面继承他的考官是 张维维啊 你没有看我影评人物李彦杰的你回去回去找一下啊 那个影评李彦杰的就是我讲以前我认识他的情况 那这是张维维啊 张维维是应该继承他的考官 他那个 这个黄之前也是跟他一起做过节目有一集啊 呃也是东东方卫视啊 也做过一集 做节目他这一次是跟 范永鹏一起来深度解析他讲的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事情啊 呃范永鹏 他一开始是讲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发展过程 然后张维维也评论了 但张维维别人问他最后是该怎么办 哈哈哈哈 那张维维说 没有办法 你分期出来你跟我讲没办法 哎考官呢 那他考官啊 他是 这个九层妖塔的考官能力不一定要强 但是眼光要够 这个这个所以他说没办法那就算了 那 那可是张维维 所以他讲没办法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美国人民觉醒啊 啊但是你长期 就说要美国的人民觉醒啊 也毛泽东讲要美国的人民觉醒 可是你现在你可以知道美国人民觉醒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如果你知道我你前面有听过我长期听过来的听众 我讲美国的 美国建国的有问题哈 这个国家大概是从嘉庆年间 呃中国人的集体意识老师就在注意这个国家了哈 呃 我我我把那个 美国的立国的那个结构我再贴一次在说明那边哈 你没没听的人再去听哈 他他跟军工复合军工复合体只是他 的一个面向而已哈 他的核心不是军工复合体 核心不是军工复合体 就是来来来杀 你找机会的 因为当时大概嘉庆年间的时候 中国人就有飘洋过海到美国去很奇怪哈 嘉庆年间哈 好鸦片战争还没开打啊 呃 当时外国人都不能来中国哈 除了在广州贸易之外哈 而且不能随便跟中国人接触那个时候 但是中国有一些人已经飘洋过海到美国去打工了 呃 很短的啊 美剧我看了一下就是中国嘉庆年间过去的被歧视抓他的辫子哈 每个人都在他那些故意做歧视 可是他那个影片的立场是反对了哈 还找了美国洋牛来爱上中国人 哈哈哈哈 近期近期的那个电电影因为就反过来了哈 呃 核心不是军工复合体哈 核心不是军工复合体 不是不是不是 核心就是这个国家成立的本身就就就有问题哈 我不是讲过美国的国父们很喜欢很喜欢中国的东西吗 还有美国司法部的那个啊 我贴连接贴下面哈 你去你自己去看 上面有孔子哈 这什么意思 你你真的是懂鉴别形上能力的人 看你才懂什么意思 这就像是一个猛兽哈 我不是讲过吗 他幼年的时候你要给他 闻敌人的味道 先知道自己是什么 然后再闻敌人的味道 那 你这一片 一片 一片文明系统当中出现中国很突兀 那么 他就是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很突兀就是敌人 很突兀就是敌人 所以 然后包含美国在 美国的国父们哈 他们的文化当中在一片 当时是欧洲文化做根本嘛 可是一片文化当中 特别喜欢中国的园林 还有讨论中国的哲学 从黑格尔那边来的 从黑格尔那边来的 有一些欧洲的一些 那些来的 但是在讨论这个的 当中 在歧视你中国人 在歧视你中国人 这是起步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如果你知道 那个非洲的狮子和一些狼群 他是怎么样捕获猎物的 就是大狮子怎么教小狮子去猎死 哪一些动物可以攻击 哪一些动物不可以攻击 比方说遇到河马犀牛 那比较强大的 你就不要去打 遇到大象 你可能会被很很 就可能会挂掉 遇到犀牛你可能会被顶死 所以他但是他所以那个 可是右兽不知道 哪一个是敌人 他主要是闻细位 哪一个是敌人 遇到那些弱小的羚羊 就可以攻击 那就必须是大兽 去捕猎的时候 来教小兽 所以你可以看得清楚 在鸦片战争之后 英国人先上 欧洲人先跟中国人打一打 然后美国人那个时候就 摸过来 摸过来 当时美国对中国是很和平的 很和平的 很和平的 那核心问题是在这里 不是什么军工复合体 军工复合体只是他 变成成熟期之后的一个现象而已 怎么样 这军工复合体也只是提线傀儡 美国这个傀儡 提线是当中的一条线而已 一条线 所以他 问题不是在这里 你研究这个 这条提线 军工复合体 你得不到答案的 得不到答案 因为答案就是我前面讲的嘛 灭门战役 灭门战役 我很早就已经讲过了 你回去找 这我这边就不多说 我又主要讲最开头的那个结构语 所以 这个 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东西 我可以举个例子 你先听一下这个 白虎团这一本 这个这个 是一个侯大哥 最早唱给我听 但他给我的影片我不方便放 我找白虎团最初的 有网友贴给我 白虎团最初的那个版本 我是稍微有点讶异 你听完之后我再说 我这段时间 是遗忘的梦想 世界床八枪 是白世 他小离藏 刀到南河平墙 你胆监 万革 千万可今 来张呀五招 也忽然 风寒 人碰 尚伐 八十七两 狼 这个应该是 大陆早期的 刚解放战争的时候的 解放战争之后的那个 影片吧 关键不是他这个台词 很好笑 我觉得很好笑 关键是当时美国人的反应 因为当时对一般美国人而言 他很讶异 中国人怎么会突然这么恨我 我帮你打败日本人 我跟 那个时候美国大兵 很好笑 那时候美国大兵不是买伴 把美国人迎接到上海和青岛 国民党来的时候被迫接受 然后蒋介石最后就跟美国人妥协 然后大量引进美国的那个军事装备 蒋介石认为对我有利就接受了 因为毕竟收复台湾 也是美国人帮他去搞的 因为蒋介石要求的 在开罗会议 这个你们自己知道 可是他一直想说 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 你应该是感谢我的 全世界都是这样 连我的欧洲老祖也是这样感谢我 怎么你突然那么恨我 所以那个时候 美国内部一直有人说 要支持蒋介石来去跟共产党打 但是为那个 很纳闷 那个时候的美国内部的氛围 不能干预 不能干预 绝对不要干预 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美国军队绝对不要干预 那时候国民党一直叫美国干预 你不要以为只有现在台湾的 什么中华民国乌龟王八 已经到台湾才在那边叫了 但是蒋介石那个时候 实力还很强的时候 去叫美国人干预了 既然你来了 你要被我利用 因为对蒋介石来讲是这样 你跟着我一起去打 包含派顾助同一直去 可是美国人就是不愿意 可是那个时候 你想那个时候 美国人的实力以及国民党的实力 加起来那就很难打才对 如果美国人真的那时候介入 你真的是很头痛 你战争要打久一点 虽然最后可能还是赢了 因为美国人没有准备 可是那时候美国有原子弹了 你中国什么都没有 还有海空军 装备的蒋介石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 美国一直不愿意干预 那时候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我不是讲过吗 杀了你 然后被你醒悟 哈 没有 没有 对手伙伴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 右兽他幼年的时候 他闻到这个是可以吃的 这是死敌 可以 把他咬死 是死敌 闻到 然后 进入他青春期的时候 看到英国人打鸭片战争 开始打的时候 他就觉得 哦 那个就是老兽 成兽来教右兽 怎么样攻击这个敌人 他就知道说这个是敌人 他就会回忆他幼年的味道了 这是敌人 我要怎么捕猎 我要怎么打 那他就知道我要一层伪装 我要一层伪装 因为他要靠近中国 他距离中国毕竟远 但是他最有机会嘛 那我就要靠近中国 然后让你信我 可是当中国人忽然 他就要先缓和你 因为他知道他 这个时候他帮蒋介石打你 没有办法一级必杀的 而且反而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 因为你战争一打 弄下去之后 蒋介石认为 蒋介石是利用你 可是问题是 你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一定会有中国人反弹的 那蒋介石迟早 也是会跟你反目 所以当时他不干预 按兵不动是对的 因为他 所以那时候 一直他们内部 一直氛围就是不要干预 其实那时候 他一直在盯着中国局势 中国局势 可是他知道 时机不成熟 这个时候不要杀 不要干预 不要干预 所以表面上看上去是最好的时机 可是他知道你已经醒悟 我是敌人 因为他好不容易靠近你 你看我帮你打败日本 当你完全没有戒心的时候 我才能一级必杀 我才能杀了你 才能毁了你的文明 把你强到 把你抢光光 可是这个时候你已经醒悟 已经已经紧握枪了 那可能一介入到最后两边都会有 国共两边可能都吃不消 所以那个时候他这样说对 所以那个时候 蒋介石也觉得很奇怪 美国人一直打压他 让他退让 因为那时候美国人要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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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背后的提倩师知道 老事情悟了 马上他早就知道你是死敌 因为我以前也引证过一个例子 你在清朝后期的时候 一堆外部工程部队 在工程的队伍当中 有一个花旗国 那时候叫他花旗国 这个花旗国的那个 那个动作特别奇怪 那你可能知道 他是一个工程特殊部队 可能要预备给你最后一级用的 先养他 因为知道他前面这一批 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把你拱死 可能这一批当中那个是最后 给你一级必杀用的 所以早就注意到你了 在嘉庆年前就注意你了 在嘉庆年前那时候就注意他 那时候美国南北战争都还没开打 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右手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 那这首歌就已经唱出 当年中国人跟美国都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当时大陆包含大陆很多中国人就觉得奇怪 干嘛那么恨美国 羊皮狼终究是狼 你那个那个那个 这个金句 我第一次听到金句是可以穿时装来唱的 那个时候就有 关键是个时间点嘛 你现在唱这个不奇怪 因为中美已经到了今天了 你现在唱这个台词不奇怪 关键是时间点 那个这个就是结构语言 在这个时间出现 这种预测性的 让人觉得很亚裔 美国人觉得很亚裔 你怎么会恨我 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想要称霸世界 那那中文人很亚裔 他至少刚开还没有露出侵略本性之前 之前对日本都没有这样 可他帮你打败日本 你为什么这么对他的警惕 比对日本的警惕 还要高得多 他他不像苏联占领土啊 他说一直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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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要怎样 没有要怎样 甚至说支持台独 没有没有 嘴巴中一直支持 嘴巴一直都说不支持 可是他都要告诉你嘛 羊皮狼终究是狼 这里面就有个结构语言 所以当时唱出来 这就是点出结构语言 那结构语言里面 那你说该怎么办 张维维到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白骨团当年告诉你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歌词里面 就在这个金句 同志们 一一反便论 我不太会唱 但是这我听他懂啊 我听他懂啊 我听他懂啊 我听得懂这个 这里面是 里面有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他里面不是有一个台词 是唱到那个 不是紧握枪哦 怎么办不是紧握枪哦 他是在告诉你 他是叫你反过来看 这就是结构语言的最初步的 你反过来看 叫识破敌人鬼心肠 你反过来用美国的角度来看你中国 因为美国的美国人当时听到这首 也会觉得很奇怪 中国怎么会突然这么恨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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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喊没有的时候 他识破你的鬼心肠 你可以反过来看啊 那识破我的鬼心肠怎么办呢 他后面有一句话 他不是有什么 失败时笑里长刀把和平讲 这在告诉你中国人怎么办 就是说当你失败的时候 请你笑里长刀把和平讲 所以你看 苏联解体之后 要不要对美国 笑里长刀把和平来讲 哎呦哦 当时要笑里长刀把和平讲 笑里长刀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什么 从邓江湖那个时期 在美国一定都是要笑里长刀 而且要一直讲和平和平和平 一直讲中美 尤其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吐血啦 一直被羞辱 当然尤其胡锦涛在美国白宫草坪上被小布什当众羞辱的时候 那是最顶点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后面歌词也告诉你了 一旦缓过进来 张牙五爪又疯狂 这是反过来告诉你 等你中国人缓过进来的时候 你现在慢慢开始要 张牙五爪又疯狂 你对他开始要这样子 缓过进来 等我老师缓过进来 我就要张牙五爪又疯狂才行 要疯狂 但是中国人的疯狂方式跟老美不一样 假谈真打施计量 这也在告诉你 你要假谈真打施计量 他在告诉你中国人该怎么办 但是他在告诉你 羊皮狼 狼批羊皮总是狼 他在告诉你 你这也骗不了他太久 原因是什么 你穿着西装 老外就会把你当自己人吗 你不能投降 他在告诉你 狼批羊皮总是狼 你是狼 所以你穿着西装打的 你那没有用 在老美国人看你 你这些结构语言要反过来看的时候 时间是早的嘛 那你到了后面的时间 你就用空间反过来看 羊皮狼皮总是狼啊 所以这是不可能和谈的 对美国人来看你也是 你穿着西装 披着是我们 他认为自己是羊 我是羊皮啊 那你们中国人总是狼啊 那你们中国人总是狼啊 你穿着西装你总是中国人啊 所以那些汉奸买办的 那个招数不要用啊 不要用国民党的招数啊 别人会 别人会看穿你 假谈真打施济凉嘛 别人也会看穿你 狼批羊皮总是狼 那最后 你已经是笑里长刀吧 和平讲 等到你缓过进来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要对敌人从不抱幻想 这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每个单位 对敌人从不抱幻想 我们还是要紧握枪 爬倒美帝野心狼 这个时候结构反过来看 那你就知道 正反正 这样看你就懂了 这就叫结构语言 正反 这是最初步的 实在 而且这次在解放后就告诉你 当时中美都还有各种幻想 他就告诉你不要再抱幻想 提前知道比较好 中间 有一些人搞不清楚状况去抱幻想 在邓江湖时期 抱幻想 那 就把这些人拿来当做 笑里长刀 把和平讲 做一个策略性的 这些人只是派过去演戏的 那这些人一定要把他换掉 叫笑里长刀把和平讲 你要这么做 中国人要这么做 因为他也是这么做 你就要这么做 而且你最好是提前他这么做 他有我前面讲的结构 跟军工副隔体没有太大关系的 他从成立之初就是这个目的 在后面提现的力量 一定会往他 逼他后面要往这个方向去驱动的 跟底层的美国人民 没有太大关系 他是一个群细的问题 所以军工复合体也只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 展现出一个面向而已 你想要 你针对这个面向去解决 他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只是零件之一 这个零件坏了 还会有另外一个零件来地补 所以他在告诉你 你要怎么对付他 笑里长刀把和平讲 狼批羊批 总是狼 所以这个白虎团就在告诉你 你中国人要怎么对付他 笑里长刀把和平讲 羊批狼批总是狼 在告诉你 你最后还是总是中国人 要回过来 那前面那些汉奸买班就拿来利用 利用他笑里长刀把和平讲 他去笑嘛 但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长刀 真正中的汉奸去笑嘛 你要长刀 最后最后把他跟 把汉奸跟 他一起同死嘛 因为 羊批狼批总是狼啊 哦 原来这是 老四当时就定出来这条线 那你就沿着这条线来制作策略 就可以回答你张维维 回答不出来的话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是不是笑里长刀把和平讲 一旦缓过进来 张牙五爪又要疯狂 哈哈哈哈 这是暗示 要心领神会 心领神会 但是我嘴巴不讲我疯狂 不要讲不要讲我没有疯狂 因为羊批狼批嘛 羊批狼批 但是你对付的不是羊哦 我跟你讲哦 你对付的搞不好是更更 那个狮子老虎 更凶猛的 更残暴的 那你是不是要假装你是羊 反过进来 对不对 感觉你没伤害 但是羊批狼批总是狼 好 所以现在 听说那个不断去武装塞尔维亚 哈 那个 不是有什么运 运级吗 对不对 然后 解放军开始动 但是嘴巴还是要讲和平 要和平 因为 当苏联解体的时候 中国比较危险的时候 那时候又还一穷二白吗 啊 失败时 怎么办 笑里长刀吧 和平讲 那怎么样布局 那是领导人自己去想啊 笑的是谁 长刀是谁 一旦缓过进来的时候 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张牙五爪又疯狂 疯狂壮大自己嘛 所以这个结构语言其实他们就是 这个就主要是时间点 就是我前面讲是以四五点自逆 跟史玛有关系 但是史玛 这个史玛抓的不准 因为毕竟是 中国人对史玛的 时间的关键 关键 这个是票我不能讲的 时间的那个 比较模糊一点 容易有比较大的误差 但是他 至少他 没有很晚 就是 在解放后出现的 这一首评 金句 金句 金句用时装来唱 我觉得蛮蛮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金句我要学 光听几遍我还学不上 我还不太会 因为小时候我有看我 我爷爷去听金句 因为那金句都是古装的 古装的 那个什么木归英大户天门镇 什么白石传 什么什么 那个都有一些名段 名段 什么索林郎 我最记得这几个 我想说看我爷爷听的 但是这个我是第一次听 第一次听 穿着石装 这个金句的段子 我觉得很 很有意思 但是我 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再去学 也不 也不刻意去学 就听一听 跟着哼两句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的那个 语速比我流畅 比我流畅 这个蛮有意思的 所以你听现代人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妨有时候你回去要听听以前的人 讲的 所以你看我 你张维维 现在在这个论坛上面都搞不懂的事情 我把 这个什么 什么白虎团是吧 这是什么 什么什么 呃 这首段子是什么白虎团是吧 齐齐白虎团 应该是抗美援朝 唱抗美援朝的时候吧 齐齐白虎团 他是刚解放过后的 那个 可见那个 那个时候就已经释放过 答案就在那边了 答案就在那边了 对怎么怎么办 只有这个办 只有这个办 但你也要懂一点第六门的 理论了 因为 跟他是不可能调和的 他不可能调和 因为这国家成立的 初始目的就是这个 就是冲着你中国人来 但是他假装没有 你看那猎过去 要捕猎的时候 他假装我没有要吃你 对不对 可是 一旦发现你放松 他就要扑过来了 要扑到 对吗 不 是 感谢观看